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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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化为是诗药院跟悲田院 那到底这是原由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邀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的 李志宏博士来为我们做解说 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想要请您为我们解说一下 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背景 跟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 什么是诗药院 跟什么是悲田院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我们都知道佛教来自于印度 然后在传向中国之后来到日本的时候 大概在这边一千三百多年 特别在这个日本的那两个时代的时候 佛教非常的兴盛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 背田院跟诗田院这个制度 成立的很重要的时间点 顾名思义 所谓的背田院 就是说在古代很多的官方的寺院 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寺田 也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财产 那这个背田院呢 除了就是一般的这个寺田 除了这些产品除了供应这些生团使用之外 背田院也就是说 这些多余的这个农作物啊 或者这些产品可以布施给一般民众使用 所以称之为背田院 那什么叫诗药院呢 在古代呢 就是你知道药物是非常难取得的 那这个在这个诗院里面呢 也有非常多的药物 尤其在这个在一千三百多年前 在这个奈良时代的时候 我想各位观众如果去过这个奈良旅游的时候 也许去过这个东大寺 在这个东大寺大博成立的病 也就是当时也非常严重这个灾疫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施药院 我想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生病了 生病一定需要药物嘛 一个是药物需要花钱买 另外也许你很富有 可是你买不到药物也没有用 那也就是当时在这个 这个疾病的过程的情况底下呢 这个寺院会出来主动的这个布施药物 给需要的老百姓使用 我想这个课题在今天的当下的 我想我们就是非常有感受的 在这个全球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肆虐的情况下 我想每一个众生 我想我们都很担心自己生病了 那自己生病的时候 也希望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的亲友 我们的眷属 都可以得到药物 然后可以让我们这个身体恢复健康 那我想这个悲田医院跟施药院 在这个1300多年前成立事件 是很不可思议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现代的当下 我们说这个现代性啊 或者这个现代国家 有很强烈的这个社会福利的精神 是 但是这个现代国家非常 我们说启蒙运动以来 这个现代国家非常进步的一个表现 那可是这件事情却发生在1300多年前 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 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吗 其实并不是的 在尤其以日本为例 在日本的古代国家 以前我们称为这个飞鸟时代之前 他们是一个氏族的国家 也就是很多的血缘团体 血缘团体 非常多的血缘团体 那这些有非常多的高阶层的 跟一般的黎民老百姓 在这个血缘团体的运作理念 他们其实常常是没有绝对的关系 也就是说 除了我 也许我举个例子好了 也许我的爸爸妈妈生病了 我们会照顾他 可是如果是其他人呢 他们可能是这个血缘团体之外的人 或他们可能是奴隶 那个时代还是有奴隶的 那可能就我们并不会照顾他 就算他们没有资源 他们在你认识他们 或者是住同个地方 但没有去照顾他 对 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社会风气 对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佛教对这个日本 或对这个东亚有非常大的影响 是 在这个古代国家到这个奈良时代的 我们所谓律令国家好了 佛教非常影响这个政权或国家的一个性格 也就是说 国家也有担负一部分的这个社会的 社会福利的精神 在例如以这个圣武天皇为例好了 他这个在东大寺嘛 建的非常大的大佛 那这个天皇也是奉侍这个佛法 那这个希望这个老百姓 以他以这个天皇跟老百姓 一起奉侍佛法 祈求国家安定之外呢 在这个佛法的过程中 也应用了佛法建立了天皇 还有这些贵族 还有一般老百姓透过佛法建立起彼此的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老百姓跟天皇 他们其实是法旅的 你可以说他们是一个佛法的一个姻缘 一个法亲人 对对对 他们是一个佛法的亲人 所以这个飞铁院施药院 就是他的这些黎民老百姓 都有需要的时候呢 这些寺院也就是国家 尤其在那两时代 特别是这个官司啊 这些天皇或者是这些贵族 他们也常常会这个布施一些钱财 或成立这些寺院 他们有非常多的资源 可是这些资源并不是只给这些生人使用 而是给这些黎民老百姓使用 我想这个非常进步的观念 在一千三百年前 其实我们在现在是比比可见 但是在一千三百年前 我相信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代 刚刚所讲到这个血族 这个族群的关系 其实他是不会互相帮忙的 但是打破了这个 完全的这样的一个 让社会 政府 甚至大家能够互相来帮忙 对 那你刚刚讲到说 这是一个佛教所带领下的 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思维 那它的一个基础是在哪里 我想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很多都知道 这个佛教从印度传来 特别是这个北传 到了在五六世纪 我们特别强调这个 大圣佛教 特别强调这个菩萨行 那大圣佛教有非常多的大圣经典 我想今天我们在谈这个最成 也就是传教大师的话 他特别重视一部经典 叫妙法莲华经 我们简称法华经 对那法华经在这个唐代 或从南北朝到唐代 或是到我们的当时周遭的邻国 像这个朝鲜半岛或日本 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经卷的传操跟流传 特别在这个 在七到九世纪的法华经 非常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 非常多的这个 一流的僧人都非常重视这个经典 但是经典特别强调这个大圣的菩萨行 它除了 它非常强调说 要进行这个六度 也就是一部分包含这个精进啊禅定 还有包含这个布施 那我想布施的部分有非常多 像例如这个法布施 在当时的 不管像唐代啊 或当时日本人的奈良到平安时代 有非常多的人在读诵 抄写法华经 透过这个理解法华经的过程中 也会影响 潜移默化影响他们如何认知 如何作为一个菩萨 所以他们可能会这个 当他们自己抄写 理解完那个法华经之后 他们可能会跟家人啊 他们也会跟朋友啊 或跟他的这个邻居的周遭 讲说什么是法华经 那另外一个法华经 很强调这个大圣菩萨行 除了我们刚刚提的 这叫法布施 也有这种就所谓的 这个财布施的部分 也就是可能我的周遭邻居 或者我的亲属朋友 他很生病的 或他有各式各样的需要 那我想我们 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在念诵法华经 就知道 我们要这个爱护 我们要有爱心 他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个布施给他们 也没有求取更多的 这个对方有所回馈 那另外一个在法华经 也很强调说 像这个对佛法的布施 像如果各位对佛教 稍微熟悉一点 听过这个男生共佛 或者是男子共佛 也是来自于这个 法华经的典故 我想法华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 深刻的影响 这个日本在奈良时代 到平安时代 甚至到这个日本宗室 还有到这个江户时代 甚至到现代 包括现代的观众 在全球各地的观众 都还在阅读这个法华经 包括法华经也深刻影响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佛造图 如何去理解佛法 更重要的是 如何去实践佛法 所以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 其实慈悸也是如此 就是在生活当中 我想是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 我们都是在历行在生活当中的这一块 那刚才也特别提到 就是在日本在1300年前的那个时代 其实在那个 大家都需要帮忙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启发 那其实应该不是只有佛教 我自己想象 可能在那个时代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善念 只是等待的那个因缘来启发 对 没错 我想今天在21世纪 我们在学徒界常常讲说 世界有几个大的宗教 像这个天主教 或者是伊斯兰教 或者说佛教 其实还有各式各样的宗教 我想宗教一个很重要的本质 就是说 启发人们的爱心 就是我们也许 我们的肤色不一样 我想今天在这个看电视台的 或者是透过YouTube 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 也许你的肤色不一样 我们的阶级出生也不一样 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 宗教的这种爱心 超越这种人群的 超越阶级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爱心 来这个 一个是帮助我们自己 另外还是我们可以身心健康 也可以让我们这个社会 可以更加的美好 所以这是 我想这也是宗教一个非常大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 对 感恩教授为我们做详斤的解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提到的这份的布施 不论是四色法的布施 还是六波罗蜜的布施 布施刚才教授也跟我们提到 这就是一个能够拔除苦难 但是更能够把心 能够更加的串联在一起 其实也就是人间菩萨道 人间佛法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非常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森信仪 稍后请继续收看 《高森传》最诚大师 我们已经不 zar通过 我们也有来的 在这一步,我们也会 NRJ 在吉他 合作中文都是经铁 保守为伴力 保守为民地 保守为民地 保守为民地的对务 保守为民地的对务 保守公帖国得利 未来才有缓转 女婚女客气 请思书奉行 众帝主会继续研究透露 整个西游医 以必定医的建设